台南这一名男子呢两个月前去看牙医 原本他只是要补牙 但是因为医生这个一时的疏忽 在过程里把他的嘴唇割破了 伤口额两公分这么大 当场缝了六针 因为这个补牙而导致这个破相 而且医生没有道歉 他气坏了 扬言提出伤害告诉 特别用手机记录下嘴唇缝合手术的整个过程 因为原本只是个修补助牙的小疗程 却为了医师的疏忽 在治疗过程中不小心割伤了病患 才会躺在这里紧急缝合受伤不畏 病患指控医师没有责任感 才会让他从补牙变成嘴唇缝六针的破相 而且比对受伤后的照片 经过两个月治疗 还是留下难看痕迹 让一向非常注重外表的被害人生活大受影响 影响最大的就是自信心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喜欢表演 对 然后很喜欢就是在给大家带来大家欢乐这样 然后结果我没想到现在是个伤口 那我觉得很没有自信 然后每天都带着口罩出门 不用回应病患方面的种种指控 来自香港牙医师只强调 双方已经进入调节委员会 调节纠纷 目前没有结论 未来恐怕只能透过司法途径来 解决一切 中文新闻阿公 雅曼 书华川台北采访报道